我們現在把比例分歸的尺寸已經調整到3比2的地方了 從這邊量1比1的比例的話 到這邊尺寸會是一樣的 然後用組結法的話我們在這邊 隨便畫兩條任意角度的線 然後下面的距離先在3公分的地方做一個記號 然後在2公分的地方也做一個記號 把兩個點連在一起 然後量到我們上面的1比1 然後畫一條跟它平行的線 從這裡到這裡的距離跟這裡會是一樣的 然後現在是標注比例的部分 這裡3比2的話3除以2是1.5倍 所以我們要從這裡面找到1.5倍的尺 1比1的尺量的話這邊會剛好是30 然後用1.5倍的尺量下面的也會剛好是30 變換比例好麻煩喔有沒有更快的方式啊 不如自己設計一個可以輕鬆變換比例的比例尺 那我們開始收集資料吧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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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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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然后现在拿出我们的比例尺 可以看到我们的单位是公分 然后现在的比例已经调整为1比1了 那用1比1这边量的话会刚好是30 那因为3比2是放大 所以用背尺这边 然后把箭头跟3比2的部分对齐 然后用这边量 也会刚好是30 那么我们的颜色 我们的颜色 我们的颜色 还没进去 看我有个颜色 那么我们的颜色 对我们的颜色 很明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